同学们大家好 那么在前面呢我们就了解了操作系统的进程管理 那么在这一节课我们再来了解Linux的进程管理 在这里面主要会学习两个部分的内容 第一个部分是Linux进程的相关概念 那么这个部分呢我们将会联系前面我们学习进程管理的时候的一些概念 来进行这里面的Linux的学习的 接着是第二个部分是操作Linux进程相关的命令 那么在这一个部分呢我们主要是从这个熟悉Linux进程管理的角度 去了解相关的命令的 首先是第一个部分Linux进程的相关概念 那么在这里面呢我们主要会学习两个小部分的内容 第一个是这个进程的类型 第二个是进程的标记 首先呢对于这个Linux进程的类型呢 主要有三种类型的进程 第一种我们称之为前台进程 第二种呢我们称之为后台进程 第三种呢是特殊的后台进程 我们称之为守护进程 那么什么是前台进程 什么是后台进程 以及什么是这个守护进程呢 我们接下来就要了解 首先是这个前台进程 那么对于前台进程呢 我们需要了解一个概念 这个概念就是终端Share 我们通过命令行去使用这个Linux的时候呢 就是通过这个终端Share来使用的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需要了解前台进程的一个前提 了解了什么是这个终端Share 我们接下来就可以了解什么是前台进程了 对于前台进程指的就是具有终端 可以和用户进行交互的进程 我们也可以来到Linux 简单来来看一下什么是这个前台进程 那么在这里面呢 我写了一个程序 用python写了一个程序 那么这个程序里面呢 有简单的逻辑 那么这个逻辑是计算圆周率 并且是循环的计算这个圆周率 那么我们直接的把这个程序跑起来 那么这样子呢就把这个程序跑起来了 虽然说这个程序 它并没有输出任何的东西 但是呢 它就占用了我们的整一个Share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所有其他的命令都是不管用的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称之为这一个进程 是这个前台进程 在这里面呢 这一个前台进程 它没有输出任何的东西 但是还是占用了我们这个终端Share 接着我们简单的改一下 这个刚才我们写的程序 在这里面我们增加一个函数 并认为myprint 那么在这里面呢 定义了这个myprint函数 它是不断的输出这个hello world 那么在下面我们调用这个myprint 接着我们重新的把它运行起来 好的 那么这个时候 它就会使循环的输出这个hello world的制服串 那么这个呢就是有输出的前台进程 这个前台进程输出的内容 占满了我们的终端Share 那么这个时候呢 即使我们输入任何的命令都是不管用的 因为这个前台进程占用了我们的终端Share 那么这个呢就是前台进程的例子 它的特性就是具有终端 并且可以和用户进行交互的进程 接下来我们再来了解这个后台进程 那么后台进程呢 和这个前台进程相对 没有占用终端的就是后台进程 那么这个进程呢 它基本上不和这个用户进行交互 因此呢 这个优先级呢 会比这个前台进程要低一些 因为我们前台进程是和用户进行交互的 因此呢 我们必须在这个响应速度 或者是在别的地方上要跟得上 然后使得和这个用户交互的时候 更加顺畅一些 那么后台进程呢 我们一般是使用这个end符号结束的 我们将这个需要执行的命令 以这个end符号结束 我们就可以启动一个后台的进程 同样的我们回到中等效 那么这一次呢 我们把一个后台进程给跑起来 我们先对这个进程进行一个简单的改造 我们因为前面输出太快了 所以呢 在这里面我们把这个输出的频率调慢一些 好的 接下来我们把它跑起来 python3 run process 然后呢 我们按照刚才所说的 在后面添加一个end符号 这样子就跑起来了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面输出了一个后台进程的id 那么这个后台进程呢 它是不占用效的 虽然说它的输出 打印到这个中等效里面来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直接ls 或者是执行别的命令 那么这些命令呢 都是可以执行的 说明这个进程 它没有占用我们中等效 虽然说在这里面会把这个内容打印出来 但是是不影响我们操作这个中等效的 那么这个进程呢 如果我们使用这Ctrl-C 同样的也是不会把它停止的 你看 即使我们Ctrl-C 才把它停止 它也不会停止 那么这个呢 就是我们所说的后台进程 这里面我们可以提前的使用这个命令 先把它Q掉 在后面我们也会学习这个命令 那么这个后台进程 我们怎么样 不让这个打印的结果输出到屏幕呢 我们可以这样子操作 python 三 然后run process 然后在这里面呢 我们使用这个重定项 在最后我们再把这个end符号给加上 那么这个时候呢 它运行的时候 它就不会把这个打印的结果 打印到屏幕里面来了 那么这个呢 就是后台进程 同样的我们先把它Q掉 了解了后台进程 我们接下来再来了解一种特殊的后台进程 我们称之为守护进程 那么什么是守护进程呢 守护进程 首先是特殊的后台进程 并且很多的守护进程 它都是在系统刚启动的时候就已经启动了 一直运行直到这个系统关闭 那么Linux呢 有很多典型的守护进程 举一些例子 比如说这个Clone D 这个进程呢 就是这个Linux里面的定时任务的守护进程 或者是这个HTTPD 那么这个呢 就是Linux里面的HTTP服务的一个守护进程 SSHD 那么这个呢 就是我们平时使用SSH登录的时候的一个守护进程 还有MyCircleD 那么这个呢 就是数据库的守护进程 通常来讲 这个进程名字 以这个D结尾的 一般呢 都是这个守护进程 好的 了解了进程的类型 我们接下来再来了解这个进程的标记 那么在这一个部分呢 我们将会学习这个进程的ID 也就是我们前面所提到的 进程控制块里面的进程唯一标识符 以及这个进程的状态标记 那么在前面呢 我们也是学习了进程的五状态模型 首先是这个进程的ID 那么这个呢 是进程的唯一标识符 进程的ID是进程的唯一标记 每一个进程呢 它都拥有不同的ID 那么进程的ID呢 表现为一个非复的整数 它的最大值由这个操作系统所限定 也就是说操作系统限定的最多拥有的进程的数量 我们也可以回到这个linux的中等效 那么在这里面呢 我们使用top命令 就可以查看linux里面的所有进程 那么这里面呢 有这些shd 刚才我们所提到的守护进程 这个systemd也是守护进程 还有这个k3d守护进程 那么这些进程的前面就有一个叫做pid的列 那么这一列呢 就是进程的进程ID 比如说这个vm2sd呢 就是它的进程ID是这个484 以及这个shd 这一个守护进程 它的ID是这个61731 其他的一些都拥有自己的进程ID 那么这一个呢 就是进程的唯一标识符 回到PPT 那么在前面我们也介绍了 这些系统呢 提供了这个fork函数接口来创建这个进程 也就是说一个进程 可以由这个fork函数被创建出来 所以呢就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 就是说进程A 调用这个fork接口创建了这个进程B 然后呢这个进程B呢 又调用这个fork接口 创建了这个进程C 那么这一个呢 就是进程的成绩关系 那么这一个关系 我们称之为负子进程的关系 什么意思 在这里面进程A 使用了这个fork接口 创建了这个进程B 也就是说进程A创建了进程B 因此呢 进程A是进程B的负进程 进程B呢 是这个进程A的止进程 那么这一个就是进程ID相关的一个关系 那么这个进程的负子关系呢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ps3命令来查看 好的 回到这个中等效 在这里面我们输入这个ps3命令 确认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把 系统里面的一些进程给打印出来了 在这里面 systemD是很多进程的负进程 我们来关注这一个止进程 在这里面 shhd它是它的止进程 然后呢 这个进程它又有两个止进程 在这里面有一个bass进程 那么这个bass进程呢 就是我们现在正在使用的这个中等效的进程 在这个bass进程后面呢还有一个ps3进程 那么这个进程呢就是刚才我们通过这个中等效去输入执行的 那么所以说 这一个ps3进程呢就是这个中等效的止进程 回到PPT 那么这个呢就是进程的负子进程关系 在这里面我们介绍几个特殊的进程 第一个就是id为0的进程 那么这个进程呢是id为0的进程 这个n的进程它完成这个系统的初始化 接着这个n的进程呢 它也是所有用户进程的主线进程 也就是说我们用户所有的进程呢都是由这个n的进程给创建出来的 好的了解了这个进程id 我们接下来了解这个进程的状态标记 那么在前面我们也介绍了这个进程的5状态模型 进程有这个创建状态 就细状态 阻塞状态 执行状态 以及这个中止的状态 那么在linux里面呢 进程同样有这样子的状态机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manps来了解linux里面的各种进程状态的一个标记 在这里面我们挑几个重要的来看一下 状态符号有r s dt 以及z 首先呢是这个r状态 那么它表示的是进程正处于这个运行的状态 接着是这个sleep状态 s呢表示进程正处于这个睡眠的状态 也就是sleep状态 接着还有这个d状态呢 d状态就是进程正处于io等待的睡眠状态 还有这个t t呢 表示说这个进程正处于暂停的状态 还有这个d状态呢 d是比较少见的 表示说进程正处于这个退出状态 或者是属于这个僵尸进程 我们也可以看一下相关的例子 我们首先manps来看一下进程的状态 这里面呢有非常多的这个解释 我们可以找到他关于状态的这个标记 大概在哪里呢 大概在这个这里 process status code 那在这里面呢 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这几个状态的标记还有一些wx 那么这些呢都是比较少见的进程的状态 我们在这里面就不要展开了 我们重点来看一下我们写的两个程序 第一个是刚才我们也提到的running ps 那么这一个呢 我们让他死循环的去运行这个计算圆轴率的这个逻辑 接着第二个是sleep是process 那么这个呢就是死循环的去睡眠 接着我们分别使用后台进程的方式 把这两个给跑起来 首先是第一个python3 run process 接着我们把这个sleep process跑起来 好了 那么这样子呢 我们就把两个进程都跑起来了 接下来我们来看进程的状态 我们使用这个psgrip 把这个进程id给取出来 哎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跑起来的这个running process 在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 这里有一个进程的标记 是阿鲁 那么阿鲁呢表示说这个进程它是正在运行的 接下来我们再把这个 第二个进程也取出来看一下 哎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进程呢 它一直是time sleep这个逻辑 所以说它的状态呢是这个sleep的状态 我们可以对比来看一下 这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有两个进程 都是我们起的 前面的running process呢 它的状态一直是阿鲁状态 第二个进程呢 它一直是这个sleep状态 那么这个呢就是linux的状态的一个标记 我们把这两个进程q掉 好的 回到ppt 那么刚才呢 我们主要是模拟了这个r状态的 和这个s状态的进程 那么除了这两个常见的进程 还有这个dt以及z状态的 那么这些标记呢 同学们在以后操作linux的时候 如果看到了相关的进程状态的标记 也需要大概的了解和知道 这些状态它大概是什么意思 好的 了解了进程的相关概念 我们接下来再来了解 操作linux进程的相关命令 在这里面我们会介绍几组命令 首先第一组呢 是这个ps命令 第二组呢 是这个top命令 第三组呢 是这个q命令 那么这个ps命令呢 主要是查看进程所使用的 我们刚才也操作过了 还有这个top命令 那么top命令呢 主要是看这个linux进程的 使用内存 或者是一些别的状态的一个命令 还有这个q命令 那么q命令呢 主要是通过q命令 来给进程发送一些信号的 我们接下来一一来操作 来到linux 首先呢 我们使用这个ps命令 那么ps呢 主要是列出 我们当前的进程 我们如果只输入这个ps呢 列出的就是我们当前的中东秀 所运行的两个进程 这里面有一个bass 以及这个ps进程 那么ps呢 它通常会结合这个aus参数来使用 那么这个参数呢 就可以打印进程的详细的信息 我们运行看一下 这里面有这个进程的用户 进程的id 以及后面进程具体的命令 还有进程的状态 以及运行的时间等等 那么这个呢 就是比较详细的一些进程的信息 ps-aux 那么如果说我们需要指定 某些用户的进程的话 我们怎么指定呢 这里面我们ps-u loot 就表示说查看这个loot用户的进程 这里面可以看到 用户loot的进程也是蛮多的 我们查看当前的老师的进程 比较少 有这么几个 接着我们再来看这个查询特定的进程 那么查询特定的进程呢 使用这个ps-aus 然后我们接这个grip命令 那么这个呢 刚才我们也操作过了 这里面我们如果说使用这个 查看这个python3的进程呢 我们可以把这个ps 然后呢 接这个grip-python3 来查看当前正在运行的python3的进程 接着是查看这个进程数 那么进程数呢 也是可以通过ps来查的 我们ps-ef 然后呢-forest 这个forest呢 它的英文单词的意思是数0的意思 因此呢 我们在这里面输入这个命令 那么这个呢 我们就可以把进程的 副子状态给打印出来 比如说这里面 我们看这个shd 那么它有个子进程是shd 同样的有这个进程 它有个子进程叫做bass 并且在这个中端的这个bass进程的下面呢 有一个ps-ef-forest 这个进程 那么这个进程呢 就是我们通过这个中端效 给创建出来的一个子进程 这个呢 就是使用ps命令来查看进程的进程数 同样的我们也可以根据这个 进程所使用的cpu 或者是使用的内存来进行一个排序 比如说ps-aus s During sport 等于这个pcpu 表示说 我需要按照这个cpu的使用频率来进行排序 这个呢 就是列出了所有的使用cpu的一个进程 这里面 这个进程呢 它占用了0.2%的cpu 这个进程呢 占用了0.1%的cpu 其它进程都是0的cpu的 当然的我们也可以按照这个内存的进行排序 接这个memory 这个我们就列出了按照这个内存的进行排序的 这里面可以看到 这一个进程他占用了2%的内存 这一个进了1.7% 1.5% 1.2% 1.0% 后面的都是一些占用的内存越来越少的 这个就是按照内存这些排序 这个是按照进程的CPU进行排序 接下来是这个TOP命令 输入TOP命令 我们就可以查看系统里面的进程的所有的状态 这里面有几个关键是需要我们了解的 首先是这个PID 刚才也说了是这个进程的ID User是进程的用户 PR是进程的优先级 这个Virt是进程的虚拟内存 还有这个CPU 以及这个Memory 是进程所在用的CPU 以及进程所使用的内存 还有这个Time加是表示说这个进程 他运行的时间 还有这个Command Command表示说进程的命令 除此以外 在上方呢 还有一些关于CPU和内存的一些信息 那么在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内存呢有Total Free Used以及Buffer的这些信息 那么Total呢指的是所有的内存 Free指的是空闲的内存 Used指的是已经使用的内存 这个Buffer呢指的是已经被缓存起来的内存 还有这个CPU命令 那么这个命令呢 主要是给这个进程发送信号所使用的 比如说在这里面我们使用Python3 然后把这个进程呢 以后台进程的形式跑起来 接着我们如果说需要把这个进程给退出 但是呢我们又不能使用Ctrl C退出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使用这个CPU命令 把这个进程给退出掉 在这里面我们发送9这个信号 接着接上这个进程的ID 发送9这个信号 给这个62016这个进程 确认 这样子呢 我们就把刚才我们所运行的后台进程给Q掉了 那么这个9这个信号呢 指的是我需要你这个进程 无条件的给我停止下来 那么这个呢就是Q的命令 回到PPT 那么我们也要简单的回顾一下 对于这个PS命令呢 他主要是用于查看当前进程状态 以及获取其他进程的状态 他呢通常会配合这个AUX参数 以及这个EF参数 和这个Grid命令来检索特定的进程 那么刚才呢我们也操作了 还有这个Q命令 那么这个命令呢主要是给特定的进程 发送指定的信号 我们可以使用这个Q-L来查看 他这种支持的信号 他在这里呢 我们一般是不需要使用很多种信号的 我们一般呢都是使用这个9信号 那么这个信号呢 可以无条件的中止进程 当我们跑了一个小循环 或者是跑了一个后台进程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使用这个Q1-9这个命令 把这个进程给中止掉 好的 那么这个呢就是操作Linux进程相关的命令 PS命令 TOP命令 还有这个Q命令 那么这三个命令呢 都是我们平时使用Linux的时候 操作进程非常常用的几个命令 接着最后我们总结一下这节课的主要内容 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Linux进程的相关概念 在这里面我们了解了什么是前台进程 后台进程 以及这个守护进程 并且我们了解了这个进程的ID 接着在这个操作Linux进程的相关命令里面呢 我们主要是介绍了几个非常常用的操作Linux进程的相关命令 那么这几个内容呢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来就能够接着这个操作Linux进程度的相关 我们下来就能够接着这个操作Linux进程度的相关